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蓝宝石 我是灵魂出教穿越时空以及千里人的大师 我最近呢 那个台湾的竞选如火如荼 然后有很多总统 台湾的总统竞选人 那我现在就挑几位来跟你分析一下 那因为他们的前世跟他今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现在在台湾的电视 大概通通是他的消息吧 那韩国瑜呢 他有14个前世 他总共有14个前世 因为像我说的 每个人的很多人的前世都是有很多个的 那他有14个 然后他是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是中华国民党籍 生于台湾台北县 这样 那他是现任的高雄市市长 好这样 那我要讲他的前世的事情 他前 每个人的前世跟今生都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有时候历史会重演 他的原神 他的原神是什么 他这个带脚的路 他有 你看他那个 你看那个路的那个脸 跟他的脸是不是有点像 当然不是这样比较了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 方法可以看到一些 一点点前世的原因 因为他是带着脚的路 什么意思呢 那他有那个攻击性的 就是说就是有那个 比较强的个性 那他有14个前世 我现在讲的只是他在做地球人的时候 他的哪些事 他做过那个北魏将军 那北魏将军 那北魏将军 父母 废墓 废墓 对 废墓 477到529年 他是自朗星戴郡 经山西戴县 他是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的将领 平南将军 怀州刺死的废羽之孙 南王将军 梁国正将万放致死 性刚烈 有壮志 火射历史 殊死 耗尚公民 那个其他我就不念了 哈哈 没有最主要的是 你看他讲 性刚烈 有壮志 他有涉及到那个 苏籍 耗尚公民 你看 他是一个 蛮强的一个将军 在那个北魏时期的时候 那个废墓 然后他有一次他是做 是女的 那时候他是做了一次 唐太宗李世民 是他的心腹 那是他一个妃子 那时候他是做一个女的 像我说过灵魂转世 这件事情 那个有时候有男有女 有时候是别的国家的 有时候中外都是有可能的 那他这个秘密是非常典型的 好 那接下来 他有一次他是 后来就做那个周公 六九零年的时候 周公 那周公呢 他又周公但 姬姓周氏 明旦 艺文 又称周文公 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 那是政治家 那周公曾经辅佐武王之灭伤 对那个乳 周武王驾崩之后呢 然后周公辅佐陈王治国 然后东征平定的管菜之乱 又一举消灭了 以叛国的五十余小国 那真是 那个有很大的贡献 然后建立了不少典章制度 还有这个《易经》也是他写的 然而后来呢 国家安定 对周王建朝的建立 跟巩固有很大的贡献 所以你就知道 他也做过周公 这个也是有了不起的前世 然后他又 在之后呢 他做那个 唐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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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纯 在七七八年 三月十七到八二年 二月十四 原名李纯唐 唐代第十四代皇帝 不服朝廷的帆政 短政终结 翻政歌剧 重新统一中国 史称 原和中信 也因此成为唐代 继唐太宗 唐玄宗 之后 历史评价相当高的皇帝 所以你看 他也做过一世的皇帝 这样 所以这个跟 你看他有前世的事情 然后你就可以 大概猜得到金氏会怎么样 然后他还做了一世外文 他做了一世美国人 那做什么呢 做那个 加州 加州 美国加州的 那个第一个 州长 叫做 Peter Harman Burnett 是十一月 这个人呢 是十一月十五号 一八零七年到 五月十七号 一八九年 是美国政客 这样 所以你看 很好玩啊 就是说 有时候 就是 会 中外 或是男女 会不同啊 你看 你看 就像我说 个性是不会变的 你看他的表情 是不是有点像 对 当然不是这样看的 但是 这个 也是 当做一个 其中一个小小的比较 但是 外表当然都是会变的 只有脾气不会变 然后再来 就他有很多 他这个 有十四个前世 然后 我现在讲的都是在地球的事 那他有好多事 那表示怎么样 这个灵魂啊 很少休息啊 所以休息 就是说啊 到天堂去 休息啊 那他就是好像 就常常在轮回 不知道为什么 嗯 他 曾 他有 因为这个宇宙记录器啊 呃 我其实知道是 我宇宙记录器查出来的啊 不是我自己捏的啊 呃 那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 我要介绍一下 什么叫宇宙记录器啊 宇宙记录器是上帝发明的啊 那那那为什么上帝发明这个宇宙记录器啊 是因为他 呃 上帝自己本身很忙啊 所以有时候哪边发生灾难 或发生什么事 他要 来不及看到 所以他可以看这个宇宙记录器呢 就可以知道说 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东西啊 包括很多人的前世 那还有每一个呢 脑袋上还有一个记录系统的啊 就是你自己做了些什么 都有记录下来的啊 上帝都查得到的啊 这样 然后呃 那这些宇宙记录器 讲他的事情的时候 有些人就没有名字 为什么没有名字 因为那个不出名啊 对 不出名 那个名气没有那么大 那但是有他的男女啊 或是说他在哪一国出生就有讲 比如说 他是嗯 他还做了一代的那个李鸿章的测试的后代 好 呃 就是李鸿章的后代啊 那个 所以就是啊 就是 就是他其中一个后代了 这样啊 做过一次 然后他还有一次做过日本长期的市长 所以你看啊 他像高原市长啊 那以前做过日本的长期市长 那有 再来一次呢 就做过那个日本的女人啊 做过那个 日本皇家的一个贵族的女人啊 然后啊 他还做过一次韩国人 韩国的法官啊 虽然他姓韩 可是他好像 那个啊 他前世的话 只有一次是韩国人这样啊 然后啊 在他这一 这一世之前的前一世啊 在他出出生之前前一世 他是谁呢 他是那个 在那个 大陆啊 中国大陆啊 以前一个啊 记者 一个记者啊 然后啊 然后 后来死掉以后 后来就投胎 就做 做现在 现在这一世了 这样 好 那现在要总结了 他这个 这个宇宙记录器里面有写有关他的个性 就是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那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他有很多报复 他有很多的理想 他讲他很多的很多的目标 什么大堆的啊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 那能做到 或是不能做到 你看看他的例子就知道啊 就以前的前世啊 那还有看他现在 你看他以前啊 那个啊 答应过做的事 现在有没有做到 你就可以知道啊 那但是他是很会 口才很好的啊 很会讲的这样啊 然后 呃 你说记录器有记录一样他现在的事情 就是 讲他起虎南下 这样 那 起虎南下的话啊 那这个是他目前的情况 那 详细的情况的话 那 你们在台湾 的 好朋友们啊 啊 那会比我更清楚啊 为什么他现在是起虎南下啊 那至于那个 他是不是可以做那个 2020的总统呢 你查他看他的前世啊 就可以啊 大约的拆得到 好 这样 那那个 嗯 我还会再查其他 总统候选人的前世啊 那 那 那现在是 比说 谁的命比较硬啊 哈哈 谁的命比较强啊 这样啊 那 那通常是比较强的人啊 会做总统 好这样 好 那这次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啊 因为我是灵魂出鞘啊 嗯 千里眼 以及穿越时空的啊 大师啊 我可以讲很多很多事情 我可以 我可以教你很多的事情啊 这样 那如果你不订阅的话 你就很容易失去我的频道啊 因为那个 频道太多了 如果你 你没有啊 订阅的话 就订阅是不要钱的啊 看也是不要钱 那你为什么不订阅啊 那你那我有看到很多 有一些那个 嗯 看我的影片 他非常喜欢 可是 然后又看别的影片 一跳过去 就 然后再回来找 就是找不到啊 这很容易的事情啊 所以你应该要订阅啊 这样 你可以啊 听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啊 还有这个名言前世的事情 那我要声明的是说 这些是从宇宙记录器查出来的啊 不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啊 嗯 所以这个 对认识一个人 非常的有帮助的啊 那至少 至少这宇宙记录器没有讲他什么坏话 大部分都是好的啊 这样 那所以他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啊 那这样 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啊 嗯 所以你 你那个 也要看我其他影片啊 然后 请订阅我的频道啊 这样你就不会失去我的频道 而且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啊 好 好谢谢你 谢谢你观赏啊 祝你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好谢谢